魅族慌张自爆魅族X8 价格不超过2000元 最近魅族的状况不太理想 现实内部出现了动荡 之后刚刚拆分不久的魅族和魅蓝品牌合并 两位副总裁李楠和杨复的位置也在短时间内被调换 加上魅族Pro7和魅族15两款机型表现较差 创始由黄章获得不在论坛上不停的发出声音 以挽回品牌颜面 当然黄章主要是在论坛里与网友互动关于新产品的信息 他表示新品2000元以上的我想是6加128这个起步 1500元以上就应该是6加64这个起步了 同时也确定了魅族X8手机的存在 将可能与魅族使用一同发布 时间应该是在今年8月 魅族X8手机应计是在1500至2000元之间 但不会超过2000元价位 配置据说比小米8SE还要高 而且屏幕也比之更大 应计会采用骁容710处理器 有可能是6加64这些据存 但具体的设计样式还不清楚 虽然魅族还将小米作为竞争对手 但无论出口量还是产品定位 格局已经完全不同 毕竟小米是国内手机四大品牌之一 虽然相比其他体价 小米手机的产品价格和定位略微低廉一些 但一直还是与主流市场保持平行的 而魅族下载产品似乎已经破坏了行业 显得有些更不上时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